嗯怎么取消了 然后过去的否定用 拿卡他啊过去否定拿卡他这是上节课 讲到这个 啊这是上节课的例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节课 这节课的话我们讲一个特殊的 他特殊在简体的特殊 他的简体没有变化还是和之前的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あります有表示有或者是存在啊 有或者存在的这个词 あります然后这个现在否定是 过去肯定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嗯好那我说 有 有书吧 是吧 我有一本书 那他的看一下他的简体的肯定是 然后是现在否定是 用的是那以啊那以这个之前我们讲变形的时候讲过直接是那以那如果我说我没有书就是 是 那以是吧 那以是吧 那以 嗯没有什么你前面换就行了 那以然后是过去肯定 那 我 然后下一个是过去否定 这个是特殊的 这一组是个特殊的 我按照那个规则变 老师你这个会发的群里是吗 好这个下课我发一会发过去 又不着急记了 这组记一下就可以了 这组动词是特殊的 然后其他的话动词没有什么特殊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是形容词 我们先看一形词 先看一形容词 一形容词净体 现在肯定的用圆形 能讲圆形加dis 就是你单词表里是什么样子的 你后面加个dis就可以了 圆形加dis 那否定呢 人形加ではありません 人形加ではありません 我们这个是一形容词 应该是 内容です 一形容词否定 那我们想想吧 给个单词 美味しくない 美味しいです 不好吃 美味しい 苦ない 那这个是怎么变的呢 那下一个肯定 过去肯定 我用词词吗 嗯嗯 本石因为学长idan 顾来 呆方面 kerna book 顾来 以为人公子在伊兵舟区 哪 啊 是吧哦 伊西渣赫 他 你知道 那威士功能卡特的 看一下这个 一形容词的现在否定 我们是kunai desu 它最后落在nai上 kunai desu 最后落在nai上 然后呢 它的过去否定是把nai变成nakata nai变成nakata 所以的话和我们的动词 你看一下刚才动词特殊的这个 动词特殊的nai 现在是nai吧 然后它变成过去否定 变成了nakata 这里nai变成了nakata 也就是说在日语当中 这个nai出现的时候 虽然说它是一个动词 但是它是按照形容词去变的 它是一个动词 但是它是按照形容词去变的 变成nakata 然后是简体 简体的话很简单 就是你把所有的des去掉就行了 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这个 des去掉 那一形词 那一形词它的现在肯定的就是直接圆形 就是单词表里是什么 就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一形词 oishi oishi atsui takai 把des去掉就行了 然后是 主定 kunai 变成 kunai nai 就可以了 i变成 kunai oishiku nai 下一个 i 变成 kata kata oishikata kata oishikata 最后一个 i oishikunakata ku na 好 变成这个 kunai kata 把这个 des全去掉就行了 这个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 做个 做一个 这个练习 现在肯定的 oishi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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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shika ro Bardzo kunda okudaya you oishikes sika oishikata kuna k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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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ka k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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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ed nkunda k pertama kunda 多くなかったです 下面简体的把所有的です去掉 现在肯定的多 多くない 多くない 多くなかった 以前多 多かった 以前不多 多く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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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是一形容词的 然后我们记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样子记 简体就是 です こないです 肩です こなかった です です こないです 肩です こなかった です 好 那我们再想一想吧 动词 动词是 动词的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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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动词的简体 原型 然后 然后 ない 那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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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行 最后一个是 那我们记的时候就是顺着给他记一组 一组这样顺着给他记吗 这个是净体的 简体就是原型那一型他型 那一型他型 那一形容词呢 那一型是净体 净体是原型家です です 不定是空内家です 空内です 空内です 然后是肩带です 我们就记后面的就行了 给他有节奏一点 然后给他记住就可以 好那一形容词 也有个特殊的还记得吗 好 凄理 意 良意 是吧 好 是哪个呢 意是吧 意 意 是 一天是 那锁定是 良好ないです 良好ないです 过去锁定 良好 良好 最后一个过去锁定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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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简体 一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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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四个特殊的 一个特殊的 好 那就是动词一个特殊的 也形容词一个特殊的 那动词特殊的是 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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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否定是 那 那 过去肯定 过去肯定 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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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过去否定 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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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是 呃 那个 那形容词和名词 那形容词和名词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 那形容词和名词一样的 好 那我们开库 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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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 début 很難ably 有 ます Kirae 期待 成立 compliment いい ない エマーアリーワン 自信 雷ではあります 这次他简体 好我们看一下简体 简体简体简体是 我们在 我们没有系统的讲过但是在 讲口语当中遇到过 是吧 是吧 这次的简体是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怎么把它变成 变成它的简体 怎么来的 因为刚刚讲了嘛在这里 动词这里是吧 那里 那里马斯 那里马斯的简体是 那里是吧 是那里 所以这个 变成了 或是 都可以 下一个 这个讲的比较少 有个小出音 好最后一个 把那里变成 它的过去否定 那里变过去否定 那卡 那卡 这个是在 刚才这个 那里变成 那卡 所以在这里 那里变成 那是这个可以 也可以说成 架的形式吗 可以啊 都可以换成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形容词和名词 净体 です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した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简体是 だ ではない だった ではなかった 好 那我们把这个 变一下 きれいです 换成简体 きれ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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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きれい ではない ではない きれい ではない きれい でした きれい だった きれい だった きれい だった 这就是 他的这个变化 好 这样的话 就是 简体 全部的内容 呃 就是 四个 形式吧 四个 这个 动词 一形容词 那形容词 名词啊 这个词性的 四个词性的 全体 全部的变化 好 这个是动词 净体 那动词 简体是 圆形 圆形 内形 然后 还有一个 内形 变成 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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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啥 なか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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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形 没有形 就是 なかた 然后是 特殊形 是 阿露 否定 ない 过去肯定 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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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 なかた なかた 然后下一个 一形容词 静体 です 现在否定 不理 不理 一形容词 原形 美 不理 愿 能帮 一形容词 见 税 进 原形 原形 圆形 圆形 圆形是 现在肯定 现在否定 过去肯定 过去否定 然后一个特殊的 いいです いいです 良くないです 良くないです 良かった 良く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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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 那种名词 静体 です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でした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静体 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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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はなかった ではなかった 好这个是全部的内容 那我们把上节课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句子 这是我们上节课 做的句子 我们做的是静体的形式 不一起去喝咖啡吗 一生に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が 一生に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が 好 然后呢 我需要把它变成简体 一生に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一生に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飲みます 想一下 ません ません 他的简体是什么 他对应的简体是 ない ノマナ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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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ノマナイ 然后呢 他有一个卡 ノマナイ ノマナイ 然后呢 卡的话 他在简体中 如果省略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问号 然后呢 你的语气就要上升 是吧 他使用哪一句 那个就是问句吗 ノマナイ 是吧 マサン 对着 ない 卡 对着 是问号 一生にコーヒーを飲まない 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会画了 简体啊 会画 下一个 日本へ行き 行きたい 就把です 取掉就行了 把です 取掉就行了 日本へ行きたいです 把です 去掉就行了 你看一下 tai这个词 表示想要做某事 它也是一个动词 它也是一个动词 但是呢 它也是按照这个形容词来变 比较特殊 一个是ない 一个是tai 这两个词比较特殊 它是按照形容词来变 所以的话 形容词的话 表示想要做某事 です 形容词的净体是です 那个简体的话 把です 直接取掉就行了 日本へ行きたい 日本へ行きたい 就可以了 好 最後 我们看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怎么变呢 怎么变呢 圆形呢 前面就说了个 后面什么 以前好像讲过 口语中 看这个嘛 看 这个语法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讲的那四个 就是 不是四个词性里面的 但是这个 这个语法 语法也可以变 我们之前 稍微有提过一点 我们是可以直接把 ください给省略了是吧 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ください可以省略掉 直接变成 ちょっと待って 这个的话 也是比较口语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 如果说是把这个ください省略掉的话呢 它有一种 就是轻微的命令的这种感觉 在日语当中 就是这个语法 如果把ください 如果把ください给去掉的话 它有一种 轻微的命令的感觉 所以的话 如果你跟它的关系 就是你感觉 就还行 没有到特别亲密 但是呢 感觉又有点熟了的时候 用这个感觉不太好 所以的话 基本有的时候会在后面加上一个ne 表示一个缓和的语气 ちょっと待って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待ってね 都可以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可以加个ne 表示一个语气的缓和 那如果你不加的话 在语法中也没有错误 只不过是 就是稍微感觉有点命令 老师这里边不用那个 这个词的原型吗 动词的原型 就是说咱们说动词的简体是原型吗 就是说咱们说动词的简体是原型吗 就是说动词是等吗 等是一个 等只是一个词而已 不是一个句子 太苦大赛也是一个句子 不是 老师就后面对苦大赛也是个问题吧 太苦大赛它是一个那个语法一个结尾 一个语法的结尾 它除了可以省略 它自己可不可以变化 成简体 就是说这边是 省略掉了 如果不省略掉 它自身可不可以变化 就是可以扩大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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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是一个补助动词 是它的作用 就是让这个语法更加完整 你就说它不能单独 它不是一个独立动词 对吧 不是个什么 不是一个独立的动词 它要接在别人的后面 帮助 取得补助过 对 苦大赛的话是 它就是放到这个太形后面 它只是为了完成这个语法而已 组成一个语法 那老师 比如说 咱们有一句叫 他这个不就是用那个动词的原形吗 因为我的句子是 那个原形 那个句子是 我要去 我不是 不是让你去 我的句子是 所以的话 你不可能把 变成一个 怎么说 动词原形啊 那就是说 这个句子变化的话 还要看到后边 对吗 还要看到后边 如果没有苦大赛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变吗 没有苦大赛 这个句子也不成立啊 那就是变成这个简体了 就是 对啊 这个句子请你等一下嘛 必须要加 不然的话 你说 等 对啊 你直接说 直接说 蹦出一个词来 这个词也 也没有给他 不是让你等 还是让我等 一定要有一个 那个 他不是像来 去啊 什么的 就直接去了 这个动词 就可以完成一个句子 但是这个等 他没有 没有办法 这一个词 给他 完成一个句子 嗯 老师 那如果我们说 就说 我们 我们等一会儿吧 那 如果用在我们身上 不是说 请 我们等一会儿吧 那我们等一会儿吧 什么什么八 我们不是也学过吗 那 我们等一会儿吧 我们把他变成 圆形 又圆形了 就是 下一个 晚点回家也没关系 早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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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てもいい 开てもいい 我们把这个 です 去掉就可以了 变成原型 是 左手 这个 这 右手 等 对 요 把massen换成它的简体的形式 massen 简体是nai massen 对nai 在个 我们都是把kudasai声乐 然后前面的 那你以为讲个内容吗 啊 啊 suaないで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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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讲 嗯 tabako suaないでね 可以讲 表示一个语气的缓和 一样的 下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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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啊 拿起來,拿久了拿來 拿來 拿去 拿去拿來 拿來 拿去 拿來我們 拿來 变成 变成 我们看一下 它是 看一下 如果把它变成那一绳的话 如果把它变成那一绳的话 把这个 变成那一绳 那一的话那前面怎么变 动词 动词那一绳 是怎么个变化的 动词 动词 动词那一行 一绳动词变成 对啊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动词那一行的变化 怎么变的呢 过去时 不是 没理解我意思 我是说动词的变化吗 动词的变形 动词 怎么样从原形变成那一行来着 把它变成那个 变成 然后再加 特殊的是 特殊的是 那前面是什么 一类动词是 阿断加那一 但是遇到 乌结尾 哇那一 以乌结尾是变成 哇 哇加那一 二类动词 变成 直接那一就行了 变成那一 那里动词 哭露变成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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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路变成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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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ences 那里都是 你的 变成 变成 怎么变得 变成 变成 一 纳鲁是 一粒动词是吧 所以变成阿段加纳伊 那么这个纳里妈瑟怎么变成纳鲁的呢 它是什么形的 这个是加的是纳斯形 它是纳斯形 Mas形变成了圆形 Mas形变成了圆形 这个我们没讲 我们只讲了从圆形怎么变Mas形 把它倒推过来就行了 那我们想想圆形怎么变的Mas形来的 变成一段 变成 一粒动词 一段加Mas 一段 一段 Mas 二粒动词 二粒动词是 鲁鲁鲁鲁鲁鲁鲂撇 哥们 所以我们倒推过来的话 就是 其实呢 从MAS形如果变圆形的话 MAS形变圆形的话 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它最后这个假名 圆形最后的假名 它所有的假名都在 乌段上 动词的圆形 所有的假名都在乌段上 如果给你一个 你去找 MAS肯定要去掉 然后最后一个假名 找到它的乌段 变成了 动词的圆形全都在乌段 就是最后一个假名 全都在乌段上 你要从MAS形往回变的话 你就去把后面MAS肯定要 往前找乌段就行了 好 最后一个 下一个 和这一样的黄色 空翻误的黄色 是 语文 Happiness Chima 初语文字月中文字OM 空たい 后 尼ロ IRS 带 实在ユース就是不是英雄 这种简体啊 这个简体是不是搭来着 这个不用加内了 不用加呀 所以的话我们之前学的语法 基本上都是净体的嘛 净体的话它都对应了 都可以变成简体 简体的语法对应 全都可以变成简体 以上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老师我想问一下 这个简体和简体 是不是一般就是 你和同辈的关系比较近的 你就用简体 如果你比你辈分高的时候 你就说什么简体的方式 对啊 关系地位比你高的人 你肯定都要用净体 那比方说是 你这个开会啊 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 有给你官大的 有给你存费的 那你应该用净体 都用净体 开会儿的话 正式场合都要用净体 其他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看一下简体绘画当中 绘画当中经常省略的一些地方 是这个样子 绘画当中经常省略的部分 首先一个 DES和MAS 我们把它换成普攻型 DESMAS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净体 DESMAS 就是动词一形容词 那形容词和名词 这四个 这四个 我们净体 虽然说它是净体 但是呢 我们经常会直接说DESMAS DESMAS 主要说DESMAS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 就是能够理解为它是净体的意思就可以了 净体 而且是一共是四个形 四个磁性的都是 然后把它变成普通形 普通形的话 就我们所说的净体 普通形对应的是礼貌形 然后礼貌形呢 又叫净体 普通形呢 又叫净体 就它们有两个名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HIGH 或者是A 这我们单词表里的HIGH 或者A 表示肯定的时候 它在绘画当中直接用 嗯 嗯 然后YE YE的话就是 嗯 嗯 嗯 这三个 然后我们先看这个 下面这个 说 我们把它变成简体 半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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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一样 然后 我把它变成 文化 是吧 半个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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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下编成 嗯嗯嗯。 这个d也直接可以生结掉。 mada就像 因为你说mada 就很那个嘛 就是感觉很重复 我很绕口 所以就可以 da也可以省略掉 好 然后下面第四个是sumimassen sumimassen的话 我们口语当中可以说 gomen gomen的话是对不起 或者是wariけど 也是对不起 这个sumimassen我们之前讲有很多意思 但是只有在表示对不起的时候 才可以用这个 如果我说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时候你还是要说sumimassen 只有说对不起的时候 可以用gomen 或者是wariけど 这个wariけど的话 男生用比较多 wariけど 男生用比较多 如果说其他的sumimassen的时候啊 这个是表示 对不起的时候 其他的sumimassen sumimassen在口语当中 我们可以说成sumimassen 其实听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啊 sumim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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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是不是这个 打脚 打脚了 想麻烦你 打扰了 对打扰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绘画中经常省略的啊 经常省略的 第一个 助词 刚刚说的表示什么什么猫巨尾的 直接可以省略 然后省略之后你的语气 要上升 我们看一下这个 tennis o shimasu ka 变成 tennis o shimasu shimasu ga 变成简体 sh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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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 变成问号 tennis o shimasu tennis o shimasu tennis o shimasu shimasu 你打不打 球啊 tennis o shimasu 好 下面 tennis o shimasu shimasu tennis o sh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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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nis o shimasu tennis o shimasu masin 他的否定 他的简体是 nai tennis o shimasu tennis o shimasu tennis o tennis o shimasu tennis o shimasu 就是 你打网球吗 tennis o shimasu 不打网球吗 其实问的都是你打不打网球 下一座 下一座 好 好 好 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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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吗 好 好的 19 好然后下一个我们看 刚刚也说过了 在那形容词和名词的时候 表示搭可以省略 那形容词和名词的时候 就是简体的肯定省略 最后一个搭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吗 可以省略吗 然后搭我们也直接给它省略了 这个时候你有空吗 就可以吧 把搭也省略了 就刚才我们那个这个句子 变成大 直接把大省略啊 可以 这个可以省啊 这个比较简单不说了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 下一组 日语当中常省略的注词有哪些 一个表示动作对象的O 动作对象的O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动兵结构 动兵结构啊 我们刚才做的这一组 tennisをしますが 变成了tennisをする tennisをする 在这里的tennisをしませんが 变成了tennisをしない 在这里的O 红色的O都可以省略 tennisする tennisする 或者是tennisしない tennisしない 都可以省 下一个 ご飯を食べますか ご飯を食べる 省略 ご飯食べる 可以 把O省略啊 ご飯食べる 下面 ご飯食べない ご飯食べない 也可以 好 下一个 直接用简体来做一个 我说我想吃饭 ご飯を食べる 食べたい ご飯食べたい 直接 ご飯食べたい 把O省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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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说 想吃饭了 好 大家看一下 以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老师 我就想问一下 比如像一些歌词啊 什么的 他都用简体还是净体呢 都可以 因为歌词 它是要凑数的 他要凑字的 对啊 所以说他有可能用净体 是吧 对都可以 不是有可能用简体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都用简体 简体比较多 但是你可以用简体 没什么的 因为他即使 如果说凑不上数的 假如说 我这个拍子 一二三四五 我如果说啊 我如果是这个 我唱这个句子 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六个 拍 那你 那你 可以省略 对 如果我 我要做五个拍的 我就省略 那如果我要做六个拍呢 我就把 那如果我要做六个拍 但是呢 我通篇都是简体 如果说 这是六个啊 我如果说 我做七个拍 通篇 都是简体 我就 再做一个净体 是不是就感觉很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可以 把某一个音 给它拉长两拍 那你要看歌词的 那个 那首歌的旋律 可能把丝拉长一拍 或者把鲁拉 这就 这就看 怎么去唱了 那就是它和诗歌也一样哈 就比如说诗词啊 它也没有固定的 进行简体 必须要用 嗯 没有什么 没有 没有说一定 但是一般的 观察都说 如果说通篇 是简体 因为有时候看歌词 看不懂 哎呀 因为它不是完整句子 啊 它那 它就是省略了 固 它它全都是用的简体 就是省略了 它看不懂的话 然后在一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用的是 古 古日文也有可能的 嗯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了 嗯 谢谢 大家看看这些 哎 我看看这些 那个 呃 郭老师啊 我帮大家说